这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深深的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1996-5233 接下来请收看经典读诵 今日道场 统业大众 福愿对相寻 皆由三叶 庄严行人 因诸苦报 相语寄之 是重苦之本 一应勇猛 错而灭之 灭苦之药 唯有忏悔 故今称叹 十二见儿 一不作罪 二能忏悔 大众今日 将予忏悔 当节其心 整肃其荣 内怀惭愧 悲畅于外 其二种心 则无罪不灭 何者二种心 一残二溃 残者残天 溃者溃人 残者自能忏悔 灭诸愿对 溃者能教他人 解诸解福 残者能做众善 溃者能见随喜 残者内自羞耻 溃者发露向人 以示二法 能令行人 得无爱乐 相遇今日 其大惭愧 做大忏悔 置心求哀 四生六道 何以故耳 今言 一切众生 皆是亲缘 或今为父母 或今为师长 乃至今为兄弟姐妹 一切皆然 良由多无名网 不复相知 既不相知 多起触恼 以触恼固 愿对无穷 大众今日 绝无此意 至诚肯测 苦切用心 必令一念感识方佛 以拜断除无量愿对 等以痛切 无体投地 重复归一 世间大慈悲赴 那么明乐佛 那么释迦牟尼佛 那么定义佛 那么无量行佛 那么明照佛 那么宝相佛 那么断仪佛 那么善明佛 那么不虚不佛 那么觉悟佛 那么华相佛 那么山主王佛 那么大威德佛 那么骗见佛 那么无量名佛 那么保天佛 那么注意佛 那么满意佛 那么上赞佛 那么无忧佛 那么无垢佛 那么梵犯天佛 那么华明佛 那么生差别佛 那么法明佛 那么敬见佛 那么得敬佛 那么文殊师利菩萨 那么普贤菩萨 那么无边生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又父归依 如是十方进虚空界 一切三宝 一切三宝 养愿三宝 同家设寿 领众等所颤除灭 所毁清净 又愿今日同忏悔者 从今日去乃至菩提 一切愿对 皆得解脱 一切众苦必尽消灭 皆惜烦恼 永得清净 长辞四趣 自在寿生 秦世诸佛念奉遵纪 六度四等 无补背形 聚四便才 得佛实力 向好延伸 神通无碍 入金刚心 成等正觉 慈悲道场颤法 卷第五 四身王板 六道回旋 皆由冤对岸相传 愿障佛哀怜 解释冤迁 万祸众悠然 劳魔南圣地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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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颤 妙相唯唯 立中天之稿日 此风荡荡 震大地之春雷 洒甘露于成心 贯醍于沙界 有求皆应 无愿不从 如来书五眼之光明 荣惠作武时之佛事 上来奉为求缠众等 修从慈悲道场颤法 金当第五卷 立诵云周 功勋将壁 吉武德之歌流 沾五天之妙相 燃五分之真香 典五方之汇聚 记载一音 花碑五色 共传辽为情限 礼佛效于奎亲 坐观诵经 书功义得 先生回向佛菩提 然后普辞周法界 出身疏离 奉为求缠众等 缠未缠之罪够 即未及之圣音 福愿 五蕴之云自空 五衰之相不限 五根五力而具足 五盖五丈以消融 八明五种之心花 持守五之之境界 现存正数 惜五福以贤真 过去宗亲 得五明之成就 明莫忧成之泪 苦伦席而共振菩提 愁愁直对之徒 愿业解而同生善道 略略维闻悔过 细细业果难除 一一养于滋留 重重求于忏悔 良黄颤 五卷功德礼 愿灭信仁五逆罪 清正菩萨南圣地 颤文举处罪花碑 解了冤 颤了罪 消灾曾福慧 龙华三会愿相逢 弥勒佛前清授祭 能摩龙华会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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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黄颤五卷以全周 回向四恩并三有 拜颤众等增福寿 愿将法水洗千游 南圣地菩萨为愿哀那寿 能摩龙华会菩萨摩赫萨摩赫萨 能摩登云路菩萨摩赫萨 能摩登云路菩萨摩赫萨 慈悲道场颤法卷第六 春仙蕊 百草盛齐青 茶牙点出心香喷 欲忧展内雪花灰 赵州公安幼崇新 睡魔王能退 几度黄昏症 能摩普供样菩萨摩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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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颤 公文 绝黄世家 使六年之苦行 斗果圆成 破六欲之天魔 神光闪烁 菩萨祈修于六度 为眷属之庄严 神闻正果于六通 坐前后之围绕 授记则六合乾坤而震动 说法则六时花语已缤纷 妙得难思 恩光普辈 远垂哀敏 见此为成 上来奉为求颤众等 起见慈悲道场颤法 自当第六卷 入坛缘起 香喷六珠 灯燃六天 六花飞六合之乾坤 六卫功六天之干相 祈首投尘 殷勤悔过 切念求颤众等 殷从囊结 果感今生 随逐六根放逸 良由六世攀缘 谈六成之幻化 造六曲之轮回 往修六念之正音 为缘六度之泛行 生生之内 苦过无穷 世事之中 望缘不绝 今则心怀悔过 一劫今成 敏六合之大德 修六度之颤文 凭六时之恳切 解六曲之千游 养寇绝黄 明勋加倍 大慈大悲 敏众生 大喜大舍 济寒世 向好光明以资言 众等至心归命理 启运慈悲道场颤法 一心归命三世诸佛 那么过去皮婆师佛 那么师器佛 那么皮舍佛佛 那么居留孙佛 那么居纳涵谋尼佛 那么家舍佛 那么本师释迦谋尼佛 那么当来明勒尊佛 慈悲道场颤法 卷第六 解愿世节第九之余 今日道场 同业大众 先向四生六道 颤生恶业 今言 有生则苦生 无生则苦灭 而此生者 众苦之本 三徒聚报 皆有生德 未见他作我受 我作他受 自作其因 自受其果 若一夜成 最无边际 何况终生所起恶业 今为之有我生 不知有他生 为之有我苦 不知有他苦 为之我求安乐 不知他亦求安乐 以鱼吃骨 其彼我心 生愿清享 所以愿对 骗于六道 若不解节 于六道中 何时免离 从节至节 岂不痛哉 相遇今日 岂有梦心 生大惭愧 做大忏悔 必使一念 感识方佛 以拜断除 无量愿节 等于痛切 五体投地 皈依世间 大慈悲赴 那么弥勒佛 那么释迦摩尼佛 那么月面佛 那么宝灯佛 那么宝相佛 那么圣明佛 那么作明佛 那么无量音佛 那么围栏佛 那么狮子身佛 那么明义佛 那么无能胜佛 那么功德品佛 那么月相佛 那么得事佛 那么无边形佛 那么开花佛 那么敬构佛 那么见一切亿佛 那么永利佛 那么富足佛 那么福德佛 那么随时佛 那么广义佛 那么功德尽佛 那么善极灭佛 那么财天佛 那么庆音佛 那么大势至菩萨 那么常经敬菩萨 那么无边生菩萨 那么观世音菩萨 又富归一 如是十方 尽虚空界 一切三宝 愿以佛力 法力 诸菩萨力 一切贤胜力 另四生六道 一切众愿 同道道场 各个颤谢 心念口言 做如是说 众等从无始无明驻地以来 至于今日 以生恶业因缘 或于天道 人道 起诸愿节 或于阿修罗道 地狱道 起诸愿节 或于恶鬼道 畜生道 起诸愿节 愿以佛力 法力 诸菩萨力 一切贤胜力 令四生六道 三世众愿 若对悲对 若轻若重 以今忏悔 所忏除灭 所悔清净 三界苦果 永不复受 在所深处 常知诸佛 又富今日 同忏悔者 从无始生死以来 至于今日 以生恶业因缘 于恶道中 背起愿节 或以称慧 或以贪爱 或以愚痴 从三毒根 造十二行 好杀禽兽 断牛羊等 或为田野 或为社宅 或为钱财 更相杀害 有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或为利养 谬次众生 或期望作医 针灸百姓 如是等罪 愿对无量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有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或饥饿众生 或夺人粮食 或逼众生贤苦 或断人水浆 如是种种恶业愿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有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或杀害众生 但时其肉 或纵三毒 鞭打众生 或以毒食 四杀众生 如是愿对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有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远离名师 情境恶有 从生三夜 造种种罪 四情杀害 网腰无辜 或发彻皮池 拥塞勾渠 脑海水性 诸于戏虫 或焚烧山野 或涉网张罗 水路众生 被加杀害 如是愿对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又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无慈悲心 乖平等行 斗衬七狂 清零下裂 或破他诚意 超略解脱 或偷盗他财 以此攻击 无有诚信 更相杀害 如是愿对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又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无慈悲心 无慈悲心 在六道中 于诸众生 被加杀毒 或鞭打眷属 不以祈祷 或喜或福 所谢幽闭 或考虑策利 刺赦伤悔 或斩劫残害 剥至烧主 如是愿对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又无始以来 至于今日 生三恶业 口四恶业 亦三恶业 四众五逆 诸于不善 无不被作 自是年命 不畏鬼神 唯恐我不胜人 仍能胜我 或以华门望族 临人傲物 做如是愿 或以多文事达 临人傲物 做如是愿 或以篇章记忆 临人傲物 做如是愿 或以夸豪奢侈 临人傲物 做如是愿 或以辩口例词 临人傲物 做如是愿 如是众愿 或于尊相福田边起 或于和尚舍离边起 或于同住上中下座边起 或于同学眷属边起 或于父母亲戚边起 如是愿对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有无时以来 至于今日 或于天道 人道 起诸愿节 或于阿修罗道 地狱道 起诸愿节 或于畜生道 恶鬼道 乃至十方一切众身边 起诸愿节 主是罪恶 无量无边 今日忏悔 愿起除灭 众等又无时以来 至于今日 或为嫉妒 或为禅取 自求生进 或为名誉 或为利养 随足邪见 无有惭愧 如是愿节 若轻若重 罪因苦果 之所见 罪量多少 因多地狱 恶鬼 畜生 疾诸恶趣 边地下见 受愿对者 今皆忏悔 愿起除灭 诸薄神力 不可思议 愿以慈悲心 救护一切 受众等今日 向四生六道 父母师长 一切眷属 忏悔网罪 且愿施节 愿令六道愿对 各个欢喜 一切舍失 无愿清想 一切无碍 犹如虚空 从今日去 至于菩提 劫习烦恼 必尽断除 三夜清静 众愿涌静 天公宝殿 随意往生 四无量心 六波罗蜜 常能修行 百福言生 万善俱足 助手嫩言三昧 得金刚生 以一念请 片印六道 更相忌妒 始无遗余 同坐道场 成等正觉 今日道场 同夜大众 相予以德 忏悔深醉 则深夜清静 所欲口过 父是一切怨祸之门 故诸佛界 不得两舌 恶口 妄言 其语 当之禅取华词 够善是非 为患不清 朝报时众 福人处事 心怀独念 口诗独言 身形独行 以此三事 加害众生 众生被毒 集结怨恨 是心预报 或现世或怨 或忠厚从心 如是怨结 被拘六道 更相报复 无有穷尽 皆有宿命 非空所得 当之生三口四 食众二之源 处俗者 不行忠孝 死入泰山 难有汤火之库 出家者 不要佛法 所生之处 常语恶俱 如此愿对 皆知三夜 三夜之中 口夜食重 乃至祸报 被诸处毒 难小之夜 不觉不知 佛法浩瀚无涯 读诵大圣经典 既能开发智慧 更丰富生命 欢迎十方大众 踊跃护持本节目 护持账号 19658482 19658482 沪明中华印经协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把身与义 全用于实修殊胜的法教 听闻的人们 这是你们所能从事的最美好的事物 在不变的因果法则之下 我们的行为、语言和思想 决定了日后所要经历的快乐或痛苦 如果行为支撑的趁感 倾向不善的那一侧 我们将在轮回的下三道中受苦 如果趁感 倾向善的那一侧 我们将能够从轮回中解脱 并在一生中 证悟成佛 抉择显而易见 让我们避免痛苦之因 确保获得安乐 如果你在佛法新生之处 投身为人 遇见一位具有成就的上师 并把上师的教导 付诸实修 那么将使今生 及未来的生生世世 获得无限广大的利益 你将了悟 世俗的纷扰 把你植求在轮回的牢笼中 而升起一股渴望从轮回牢笼中 解脱的强烈欲望 此刻 你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 一条通往解脱道 另一条则通向轮回六道 经典有云 生是能够引导你 渡往解脱彼岸之船 生是能够让你 沉入轮回无底深渊之时 生是邪恶的仆役 也是善德的仆役 正如一块清澈透明的水晶 会折射其支托的颜色 我们的心意 也决定了行为的善或恶 因此 选择正确的道路 把我们的行为 语言 念头 导向佛法 是很重要的 初学者 应该把所有的精力 放在培养善的串习 消灭不善的串习之上 在佛陀注释期间 佛罗门 罗伯绝多 以每日记录的方式 来提高警觉 测量自己进步的程度 每天傍晚 他把黑色 白色的卵石 分成两堆 每一粒黑卵石 每一粒黑卵石 代表他在白天升起的每一个恶念 或犯下的每一个恶行 每一个白卵石 代表他在白天升起的每一个善念 或从事的每一个善行 刚开始 黑卵石堆 远高于白卵石堆 但渐渐的 两个石堆的高度 趋于平等 最后 由于他坚持不懈 他达到 只有白卵石堆的境界 诗实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 皆回向 普愿沉溺 诸众生 素网无量 光博差 十方三世 一切佛 一切菩萨 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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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